各位晚安 如果聽得清楚給我OK 麻煩你 應該沒問題的了 我昨天下午飛去跟好萊塢的朋友開會 晚上7點半開到10點 這邊今天有事 今天有些共和黨的事 我就一口氣四個半小時開車到這裡 這裡叫直谷 是不是 廣東話叫直谷 是不是 普通話叫做什麼? 龜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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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個話 我以前分了兩個 我七年代就來這裡了 我們香港人都是叫做龜的 單精龜 台灣叫直 龜是一個元素來的 是 是 是 都是那個元素 你這裡今天就有四個會 都是跟共和黨有關係的 我們知道了 我都是所謂的 是他們拉拉隊 是不是? 他們有話要話 我說 我說 都好 實際整個加州 他們叫做是中國的殖民地 就是左到成這樣 整個加州 左成這樣 加州人民共和國嘛 我把名字叫加州人民共和國 美國有幾個的麻州人民共和國 加州人民共和國 麻省 麻省真的也是很左的 所以麻州加州都是人民共和國來的 其他地方這麼厲害 紐約也這麼厲害 因為紐約就上紐約就平衡了 都回來嘛 嗯 那麼今天睡了三個小時 你和你們做這個 因為這裡和東岸又不同 東岸現在十點早上 就來十點 這裡呢 就是早上早就來七點 沒問題沒問題 不要緊的 我就習慣了 我習慣了分期睡覺 就是這個能力 還有昨天我開車 我開得很貴快 炸九十幾個馬尾鎖 九十幾個馬尾鎖是多少公里 差不多等於一百 一百三十公里 一百三十公里 嘩 如果不是 如果我不開這麼快 就要五個半小時 我開這麼快 就要四個半小時 差一個小時 我賺了個小時可以睡覺 不過不介意 這些 你小時候真的 不是 我習慣了 我以前戴 那就沒什麼問題的 今天 這裡 我現在在西岸 就幾天之後 不過昨天 小夏 和你非常有關 基本上 原來我們荷里胡的朋友 他又在寫 他和你的速度 不是差很遠 他差不多在你後面 離開三個星期左右 他又差不多完成了 變成我們現在有兩件事 兩套事 兩套事 不是 他就不同 他們很荷里胡的人 你們叫荷里胡 荷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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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里胡的人 他們裡面那個人性的戲劇化 做了很多很多大量的工作 你明白嗎? 他們當拍電影的時候看到人性 人和人之間的那種感情 那種性格 那種發揮出來的那些什麼 就是他寫很多那些 很重要的 這些都很有用的 就是他講給我聽 我沒這麼多時間 聽了你也不用睡覺 他就寫那個 所謂的 你們觀眾都知道了 我們來了這裡 荷里胡很多次了 是不是? 現在變成有兩個劇本在走 以後再講了 我寫完了 我寫完了 現在名字就不怕說 名字就不怕說 名字就不怕說 都是不要說的 都是不要說的 OK 就是兩套片 兩套片的性質不同 但是都是針對中共的 都是針對中共 針對國際 中共在國際上 香港和香港最重要是香港 什麼都不給人看 歐馬 你還沒看我的片 我寫了一套愛情故事 是嗎?你也有一套 我寫了一套愛情故事 是悲劇來的 悲劇來的 明白明白明白 好啊 有愛情故事 那些人喜歡看的 等於看電視劇 當然是有愛情 沒愛情不可以的 我寫了一套 跟華盛頓有關的愛情故事 跟華盛頓總統還是跟華盛頓首都 不是 跟華盛頓政治首都 明白明白 亞洲政治有關的整套愛情故事 真是好幾角的 最後整套真是殺人火火的 各位 我們一直在做事的 不是說偷懶的 不斷的 而且那個進展都相當好 我五個星期寫了 如果計算中文12萬 八個小時的電視鏈時數 我五個星期寫了 哇 所以 另外那位 都不是跟你相差很遠的 都不是跟你相差很遠的 只是慢過你兩個星期左右 他差不多八個星期左右 八個星期左右 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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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個寫作的那個 那個手法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有你的做法 他有他的做法已經非常之特別 我都是當是聽 我老實說 我不是很認識 你都沒有聽我的故事 我沒有 有幾個聽了 我都是聽過幾個 我聽不完整個 聽過整個真的要幾個小時 起碼給一兩個小時 一齊 不是兩個小時 七個小時 聽齊了 還不算 到時拍起來就八個小時了 你那些是一個小時一劇 一個小時一劇 一共八個小時 那些是正常的 正常的 他問我是不是短劇 我說不是 應該是正常的 八個小時 就是一季就八集 八集 是的 你只是坐著聽他聽 六個半小時以上的 還沒有計算的場景 所以你有很久去聽 我那個人叫人聽了幾次 聽到後來 我那個人叫了兩個人來聽 聽到後來那些人哭到傻了 真的 哇 這麼厲害 不是 我們中國人 就真的對這個大陸的事 真的實在感受太深 不是的 美國人 美國人 罵美國人 因為寫英文的 我沒有寫 中國人寫英文的 叫中國人聽 聽不清楚 美國人聽 最怕哭到傻了 好 那我們暫時在那裡 不過我們一直在做事 還有整個荷里活的情況 真的 不過小夏他們發現了 原來他們另外有一隊人的 是保守派的 那隊人我們就要跟他們之間 要有些來往 那整個事情 不 遲些就要說了 太複雜了 不好意思啊 各位觀眾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哎呀 不好意思 哎呀 誰說得興奮過頭 那個iPad塌了 那個iPad塌了 不好意思 看不看到我看不到 好 看不到你 現在好關了 好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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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了 了 好 了 小夏你講講最近的關於中英 中美的關係 中美關係最近都是 沒有向好方面進展 特別的滴滴打車上來的 拖累 那個事情 滴滴打車跌了半跌30 拖累美國股市大跌 今天《華盛頓郵報》有文章 就是那個《寫文章》的作者 就是George Rogan的朋友來的 他還沒寫完之前 他剛剛寫完 他送了一篇給我 我都很感慨的 華爾街這次真的就知道 華爾街這次是要 這次是會有個轉彎 這樣去中國就成了問題 不行 華爾街認識到 這樣會蝕到慘的 所以如果華爾街轉 很大件事情 我們再看一看到底會怎樣 這次大出血 這次大出血了 好不可以這麼說嗎? 是啊 這次大出血了 這次大出血了 連我都不見到兩千塊 那些四零一那些 四零一那些 不是 我都還沒看四零一 可能還不見到 整完整完不見了 一整萬塊都不知道 我沒有看我自己的 只是投資不見到兩千塊 這樣就有個挺有意思的就是 你知道這次是 是尼克松訪華在1971年 基辛格訪華 不是尼克松 基辛格去北京 現在剛剛好是50周年 所以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那個委員會 下次你去找他們 我都蠻熟悉的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就是有中國的官方背景的 就是它是美國商會 跟很多在中國做生意的人 資助做的 他們就做了一個網絡的會議 那個會議裡去的人 中國方面去的大人物 就是王岐山 美國方面去的大人物就是基辛格 在北京舉行 在哪裡舉行? 不是 是網上的會議 就是說中國出的是官方的人 美國出的是非官方的人 官方的人都沒有去的 那挺有意思的 就是大家坦誠地承認 中美關係就失敗了 到現在這樣 那麼基辛格就這麼說 基辛格作為 他想回當初他是基辛格 現在需要基辛格時刻 需要那個叫什麼 他怎麼說的 尼克松訪華時刻 基辛格他專門和安排尼克松訪華 他現在需要這樣的改變時刻 那王岐山就這麼說 最近美中關係之間的錯 全部是美國的錯 不是我們的錯 他當然不敢說習近平的錯 全部是美國的錯 所以這場會呢 這場會呢 就是報導是幾多的 王岐山開會 王岐山致辭的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看到這樣 這個是基辛格致辭的照片 那這個會呢 就是看起來就真的不對稱 不對稱就是說中國出過這樣的官方的人 現在王岐山怎麼說的 挺重要的 王岐山說的 美中合作領域不是縮小 而是擴大了的 現在還在擴大 他說從什麼人生過的疫情 他說那些什麼 美中網絡安全 氣候變化 核不博散 經濟復甦 毒品 人工智能 太空探索 都是一路還要合作的 但是他說美國呢 他說美方以競爭為名 把中國打造成假想敵 刻意營造猜忌對立 勝敗對決的氣氛 可能到時戰略誤導 誘發戰略誤判 王岐山說 美方應該認清自身面臨最大的挑戰 不在外國 更不是中國可以肯定這樣說 就是在美國自身 這個情況呢 王岐山說的不是錯的 不是全部錯的 他當然不是說習近平 那些傢伙不靠譜 將美中關係搞 就是中國二次型派搞到美國人爭死他 這個是他不敢這麼說 但是他說美國自身有很多挑戰 那也是沒有錯的 那也是真的 所以這個情況 我們看著 王岐山是中國政府裡頭的支美派來的 是啊 親美的 一向都是親美派 親不親呢 他怎麼說呢 他願意跟美國 他願意走回鄧小平路線 跟美國說你好我好大家賺錢算數 但是呢 就是 知美他是知美的 他知道美國的 就是各國國家的情況 他對我跟他 有些朋友原來跟他很長時間一起工作都是這麼說的 從80年代開始他們一直都很關注美國 所以中國這些領導人對美國關注的程度 就遠遠超過了美國的領導人對中國的認知程度 所以這個是從來都不對稱的 是 不過小霞如果 他們這幫人 王岐山就懂得他是獨立史的 所謂獨立史 對他們來說呢 是因為他們沒接觸過 真的沒接觸過 他們學校也沒讀過 他們自己一生的那個所謂經歷裡面呢 這幾樣東西是不需要說的 然後呢 跟著他們呢 而且現在中國根本就不需要說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不重要的 所以他們覺得他沒有做錯的 他說我給了這麼多利益給你們美國公司 那他覺得公司就是 公司那你的公司是美國公司的嘛 我給了利益給你 那為什麼你不感謝我呢 你還在這樣天天在打壓我呢 就是說這個東西呢 就是一個非常之... 你當然不是說他完全不明白 但是他沒有辦法體驗這幾樣東西的價值 他不知道他傷害了這些東西 他雖然給了很多利益給外國這樣那樣 但是他傷害了外國 尤其是這次病毒這件事呢 就糟糕到飛起了 是不是 拿以前的所有賺的 全世界賺的錢 全部吐出來 幾倍 十倍都不知道 真的十倍都不知道 就是說你這次全世界損失 不要說人命啊 只是說錢啊 你說多糟糕 所以他們好像不覺得 他們還有自己信了自己的方法 不關我的事啊 那個病毒跟我沒有關係的 這些是天災來的 他們覺得是天災來的 所以他們覺得不要啊 我對你不錯啊 你們現在外國公司還給你進來 這樣那樣 所以根本就是 所以你說他部份是正確的 都沒有錯的 就是在他的立場上來說 他對美國的認識 他對美國的認識 我的意思就是 那你現在說回頭 就是對於中國這些領導人來說 有一個最關鍵這麼多年大家認識 人權高於主權 還是主權高於人權 是不是 對於他們來說呢 他們是主權高於人權的 因為人權這個自由啊 這種東西呢 不僅是一種信仰啊 是一種很西養成的習慣來的 就是我今天今天看到在美國 我昨天就在外邊玩了一天 哇 我想不到爬山 這麼多人在爬山 哇 真是個個都出來 那就沒有了口罩 後來我跟一些美國人談 他說這個 就是呼吸這個東西 一旦不讓你呼吸的時候 你現在知道呼吸多重要 就是說自由就是這回事 那中國人可能從來沒有怎麼呼吸過 那你不覺得 一樣的 那王岐山都是這樣 在那種專制的那種長大 而且他家裡出生不是那麼好 後來儲了一個老婆是什麼 他家裡出生 他家裡是 傅馬 他是傅馬黨 他是傅馬黨 他家裡什麼 魏職員 什麼之類的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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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 他自己是 他自己好像是做國民黨的啊 老爸 是啊 就是中國大陸叫做魏職員啊 那些就是 就是 跟江澤民有些相似 所以大陸的政壇有種說法 私下紅二代 我聽些紅二代說 他說我們這邊呢 就是兩隊啊 說黃岐山 江澤民他們 我們這邊一邊是紅軍 就是他們自己 一邊是魏軍 就是說他們原來是國人黨的 就是日本人 江澤民老爸和日本人做的事 他們這些是魏異軍來的 所以他們直接親美 我們的紅軍 我們就要守著我們自己 就是他們真的自己私下就是這樣說的 我是這些紅二代說的 我聽我才可以這樣 有的 真的是 那麼他們實際上呢 這些人心裡有很多這種 就是 就是 就是怎麼說呢 歐心斗國中有很多中國原來那種權鬥啊 階層啊 地位啊 那些很複雜的因素 他呢 就是因為2003年那個SARS 他來北京 就管給那個副市長他做 但是北京那幫領導呢 那幫舊的領導呢 就抵制他 抵制到他飛起的 但是他就是靠這樣穿起的 但是他在整個中央來講呢 他是建行出身的嘛 他是建行的頭來的 那就是他引進了摩根斯丹利 第一間那個中金 就是跟摩根斯丹利搞了一個合資 這間中金呢 就是第一間投行來的 就是合資的投行 那就是相當成功的 後來呢 很多很多 幾桶油啊 幾個電訊啊 幾個銀行上市啊 全部都是他們做的 所以在那裏呢 他就折起了 就是在兩方面折起 在北京那裏又折起 接著呢 就在金融界呢 就折起 原本他都不是那麽金融界 你看看他都不是 他是海南島啊 有廣東啊 這兩個那樣 根本都跟金融界不是很有關係 就一下子呢 他就插進去那個 跟摩根斯丹利的合資 做中金那裏呢 就厲害了 其實這個很重要的點 要再看遠一點那麽多呢 他最早啊 他是那個農業中心 杜韻生那裏出來的嘛 就是趙紫陽走的那些改革派的 就是當時呢 他們整個 就是講回那些朋友 我有時開玩笑的那些朋友 叫大內行走那些 看口那些人家裏是什麽樣的啊 他們講起來就說趙紫陽家裏的書 去過他家裏的人家裏的書 那書架了很多書 什麽書都有的 很多外國的書 所以趙紫陽當時很喜歡 美國的自由經濟學派的那個 Friedman 吉利德曼 還找他爭論什麼的東西 趙紫陽就比較 真的比較崇敬 崇拜西方這套經濟自由制度的 後來他去到胡錦濤家裏呢 江澤民那裏有很多英文書 他身上演他英文、俄文有些不理由 但是在胡錦濤是很謹慎的 整個書架就是馬欣烈斯 馬欣烈斯沒有 鄧小平選擇 那就不放其他了 你都不知道他看什麽的 或者他什麽都不看 就是習近平常曬他的書單 習近平其實最不看書的那個 大家經常都說他 怎麽大學只有多少書單 真是很頂不信 總之是差不多這些中國領導人的心理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王先生這次出來講這番話 都只是 怎麽說呢 說明他還是 他一方面 和美國人和基辛格那麽交流 他還是和美國方面對得上話的 對話之後 但是他不敢越來越來越遲一步 就是和楊潔篪走回楊潔篪那條路線 對嗎? 是的 差不多是 跟楊潔篪這樣教訓一下 代表習近平來教訓你們 全部都是你們錯 他就不要錯 所以他不敢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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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是的 你覺得他們自己相不相信? 我覺得他們真的有點信心的 他這樣所謂的課程來教訓美國 楊潔篪 我就知道他不會信的 王岐山也不會信 但是他們這樣說的情況之下 有很多黨員很信的 是啊 就是這樣說了 如果信不信不知道 王岐山肯定不信 他有什麼理由不知道習近平在做什麼? 是吧 跟他原來講的完全不一樣的 跟他十年以前講的都很不一樣 所以他肯定是不信這些的 我也知道黨內紅二代很多人在那裡 說習近平亂搞 這些就基本上不會錯的 這些訊息就我知道 所以現在中國真的 就是習近平一腳推著整個中國就這樣 就是習近平這次滴滴打車這個事情 就是這幾家上市公司 公司上市以後上市全部都要批准了 這幾家公司上市的事情 真是給了美國人一個教訓 也給了中國私營企業一個教訓 告訴你 你以為你有權你有錢 權在我這裡 我想你破產 你直接破產 嗯 搞清楚誰是老闆 是啊 搞清楚誰是老闆 所以這些 就是說